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这里便是诸葛亮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卓越杰作建门关 他静静地屹立在四川省广源市建阁县 世人皆知蜀道难 却不知蜀道避过建门关 建门关不仅是战旅要敌 也是军事历史的见证者 在那个只有冷兵器的年代 他一直坚固如初 无人能够攻破 大小建山如同两扇山门 由此得名建门 两旁的山峰犹如寒光闪闪的宝剑直指苍穹 而夹在其中的就是横跨古今的雄关建门关 建门关的关楼矗立在关口威武壮观 更令人惊艳的 还要数镶嵌在悬崖峭壁上的圆挠道和鸟道 圆挠道短却十分凶险 全靠安全绳索保护方可通过 而鸟道许多地方的坡度也都达到了九十度 难以想象 这竟是古代无数勇士行走的道路